嗨!大家好!歡迎來到露西的公仔開箱 今天我們來介紹的公仔是烤骨和香味兼具 由Alphamix和SkyTube製作販售 念良幻夢談的紅樓夢薛寶釵 這次的寶釵跟之前的系列一樣都有分賞心悅目的STD版和血脈噴張的DX版 而這次要介紹的寶釵就是令人心動的DX版啦 這次的寶釵為1.6比例模型 整體高度含台座來到了驚人的27.5公分 真不愧是1.6比例 售價為22000日元 相較於STD版貴了一丁點多了1100日元 盒子正面包含了艷陽幻夢談、寶釵的字樣和本次的版本DX版印記 其他四周有類似中國節的花紋 代表寶釵的牡丹花 在正規面還印有寶釵的團扇美術材圖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這個是寶釵的說明書 看起來還是頗複雜的 兩張寶釵明信片 分別是月琴和團扇的造型 內容物如圖上 包含一個泥木雕風格的地台 地台外圍一圈的屏風雕刻加上細緻的咖啡噴漆 把中間的蝴蝶和牡丹花雕刻表現得非常真實 就像一幅自然風景畫一樣 這個是寶釵的團扇 上面有兩隻顏色漸層的蝴蝶 和一些看不是很清楚的文字 邊邊有一圈反光的金色噴漆 尾巴連接了一個藍色繩結 再來這個長得很像蛋糕的東西 喔~~它是寶釵的裙子 接下來是寶釵本身的分解大會 為了卸除寶布這是必須的 哇 胸部也可以拆耶 小酷酷接下來的方式令人有點驚艷 寶釵的替換所說 再來是寶釵的專屬樂器 樂琴 整體的木紋噴漆非常的厲害 確認一下是不是真的塑膠 是真的 它的線還是軟線 只差彈出聲音真的是做得很真耶 該不會連調音的地方也可以轉吧 哎呀 不行 然後這個是擺放樂琴的架子 這一撮圓圓毛毛的東西是寶釵的乏尾 寶釵的胸部替換部件 最後是用來固定在裙子後方的藍色大蝴蝶結 那麼組裝開始 首先從裙子開始裝起 裙子要從側身塞進去 轉置訂閱後將它們扣起來 再來將蝴蝶結的兩個洞洞 對準裙子後方的兩個凸起物之後 壓下去就著裙完成囉 第二步 底座上有木頭和兩根鐵裝凸起物 將後腳的高跟鞋三角形對準木頭凸起物 前腳對準鐵裝插下去 本體的組裝就完成囉 第三步 拿起寶釵的髮尾可以看到 它的洞洞不是普通的圓形 所以需要調整一下角度才塞進去 是個簡易的防呆裝置 團扇可以塞在一開始的手收縫隙裡進行組裝 扇子在手張裡面可自由旋轉也不會掉下來 要裝配月琴就要更換替換部件所收 將月琴平穩的放上去就可以了 胸部替換部件則是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更換 整體衣服採用了特殊旗袍式風格設計 上半身維持常規的旗袍風 下半身帶有一點西式洋裝蓬蓬裙的感覺 並且轉至身後可以看見 有依著蝴蝶結的走勢開出了一個中空的地方 透出了下半身的美妙風景 在眼睛可以看見 利用多重顏色漸層營造出的水汪汪大眼 搭配微微泛紅且微露的臉頰 表現出一種稚嫩的美麗氣質 當黃色的頭髮搭配純白的月牙髮式 延伸至胸前還巧妙地避開了胸口的位置 依此凸顯了他的雄尾壯闊 在後髮的地方將頭髮綁起了錯綜的滿畫面 並在上方用蝴蝶結式中國結當裝飾 持續纏綿延伸至裙板處再綁了一個小尾巴當結尾 顏色的配置和造型的漸層讓頭髮呈現了多層次的樣貌 在全身擺泡泡又綿綿的細緻皮膚下 不管是細緻的肌肉紋理還是身材的凹凸有致 都會被刻意的凸顯出來呢 手褲有帶著純白反光噴漆的手套 搭配了兩個會隨著姿勢擺動的手環 凸顯了寶釵的高雅尊貴氣質 左腿的部分還有在大腿處穿戴了一圈的吊客金環 金環的環套所造成的壓力彰顯了大腿的風雨感 配上隔壁白色搭地搭配藍色小狐狸結的小酷酷 非常的令人傻心悅夢 再往下看去可以看見後期的小腿度和細緻的腳踝 搭配上與手套設計相似的純白高跟鞋 讓腿部儼然也變成了一幅美麗風景圖 最後是紳士環節為了不被黃標先跟客觀道歉 必須上個馬 兇賢的風景不愧是少女的風景 非常的美觀 不管在任何意義上 當然要極限 月形可以玩出極限 但團戰就不行囉 整體上承襲前幾座的優良傳統 顏色噴漆非常的細膩 體肉紋理也毫不馬虎 在造型設計上可以變出許多不一樣的花樣 非常的多元 在SkyTube的版本 可以變的東西比Alphamax多了一點點 至於多這一點點 值不值1100日元就見了一見智了 但是強烈建議有多於資金的朋友們 多這1100日元 絕對超值划算又美觀 好的 感謝各位收看今天 SkyTube燕陽畫風坦寶柴的開箱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還請幫忙點讚 訂閱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想法和意見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我們下支影片見